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女孩痴迷于搜索工具 最后成为一个不会思考的玩偶的故事 不可思议的夏天之 搜索依赖症 女主李子涵痴迷于利用搜索工具 不管遇到什么难题 她都习惯性地用搜索工具解决 临近毕业 老爸托人帮她找了份工作 被她十分不懈地拒绝了 她自己已经在网上找了很多家公司投递简历 根本用不着老爸操心 搜索工具很大的提高了她工作和生活的效率 一天呢 李子涵准备去书店 但是搜出来的结果却有很多 就在她苦恼时 她发现了一家独特的店面 门口写着 独家自动搜索产品 好奇心驱使她走进了这家店 老板递给她一副眼镜 跟她解释说 这眼镜虽然看着普通 但里面装置了超小型摄像头 和语音识别系统 还特别强化了搜索功能 戴上眼镜后啊 只要说出能看见的事物名字 眼镜呢 就会自动连接互联网 然后向佩戴者展示出与这个事物最匹配的信息 连接电脑输入自己的名字后 还可以让眼镜帮忙管理日志 最最重要的是 全国只有这么一个 试用之后的李子涵十分满意地买下了眼镜 他首先在男友面前炫耀了一下新眼镜 然后呢 遵照店家的主妇输入了个人信息 很快 眼镜就根据他的信息 制作了个人日程安排表 今天呀 他有一个面试 眼镜给他找了个时尚的发型物 据说在这里做发型成功率可以提高50% 在面试的时候 他遇到了难题 笔试问卷居然是英文的 眼镜又开始自动翻译 就这样 李子涵成功晋级面试 在眼镜的帮助下 他成功地回答了面试官的问题 最后成功地被录取 在接下来的毕业论文报告中 李子涵通过眼镜的帮助获得了高分 并且成功获得在学术会上发表论文的机会 男友和父母呢 却觉得他过于依赖搜索仪 通过搜索仪得出来的东西 即使再精确 那也不是他自己思考和整理出来的答案 但李子涵却固执己见 坚持使用搜索仪 他已经在幻想通过眼镜过上平步青云的生活了 直到一次 男友和他准备去吃附近的西餐 眼镜推荐的西餐厅和男友推荐的西餐厅不一样 李子涵决定听男友的 却发现自己怎么也迈不开脚步 原来他必须要遵守搜索仪得出的答案 无奈之下 李子涵只好骗男友 自己有事 但离开的时候又发现恢复了正常 回家后 李子涵觉得十分奇怪 但看着一旁安静的眼镜 他又没了主意 为了保险 他决定自己准备第二天的论文 第二天他戴上眼镜在学术会上发表论文 教授怀疑他的论点不合理 但眼镜并没有提示他如何去反驳这个提问 无奈之下 他只好说教授的学术论点也不合理 这直接惹怒了教授 意识到不对劲的李子涵赶紧去找店老板 想知道是不是眼镜坏了 可是老板说眼镜没有任何问题 通过这次之后 他意识到只有遵循眼镜 自己才能过得顺风顺水 于是他决定继续依赖眼镜 为了能弄走教授 顺利毕业 他通过眼镜的指示举报了教授 说他性骚扰了自己的学生 接着为了教条件更好的对象 他和男友提出了分手 他也严格遵守眼镜制定的作息表 到了晚上十点就乖乖睡觉 谁知道他这一睡就再没醒过来 第二天妈妈去叫他起床 才发现李子涵已经变成了一个 不会思考的人偶 善用搜索引擎 已经成为了大多数现代人的日常 搜索仪呢 确实为我们带来了很多方便 但看完这个故事 我不禁开始想象 要是哪天没有了搜索仪 我们会不会变成脑袋空空的人 所以朋友们 无论如何永远也不要依赖 仪器停止思考 否则呢 你得到的永远不是真正属于你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